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和这两张图片有关,这是微信,你们有微信吗?平常你们会用微信聊天吗? 微信其实不光可以聊天,还可以用来微信支付,那什么是微信支付?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在那里面看,找一找,二维砂浪 紧出事后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扫一扫二维码也可以说成扫码 扫码的扫也可以说成扫描 去评里面托码用手机扫了商家的二维码是为了扫码付款 好 跟老师一起读扫一扫 扫一扫 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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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二维码买早餐 他还做了什么 买完早餐之后 买完早餐之后 他去骑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不是普通的自行车 他叫做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的颜色差不多 有的是这种蓝色的 有的是这种黄色的 当你看到这种颜色的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走过去 用手机扫一扫车身上的二维码 然后车上的锁就会自动打开 你就可以骑他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用完之后把锁关上就可以了 不要忘记在手机上付钱 骑上自行车之后托码还去了哪里 他还去坐地铁了 那么坐地铁的时候托码用二维码做什么了呢 托码打开地铁码 把二维码对准了炸机扫描口 扫码乘坐地铁 炸机是这个绿色的机器 扫描口是这个黄色的口 我们需要把手机上的地铁码 放到这个黄色的扫描口上 扫描口就会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去乘坐地铁了 大家请跟我一起读 炸机 扫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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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 乘坐 坐上地铁之后 托码还去了哪里呢 托码去购物了 购物的时候他用二维码做什么了呢 结账时 顾客需要向商家出示付款码 商家扫描付款码收钱 结账 我们买完东西之后 就需要结账 出示 向商家展示我们的付款码 付款码在哪里啊 我们需要打开微信 在钱包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付款码 然后商家会用扫码枪 扫描我们的付款码收钱 大家跟我一起读 结账 结账 出示 出示 付款码 付款码 结账时 顾客需要向商家出示付款码 商家扫描付款码收钱 学完了刚才的词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一分钟时间大家看一下题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一分钟时间 从大都市里面 做一个小练习 超市里面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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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回来我们看题怎么样厚手机屏幕上果然出现了一只萌萌的小熊 这个二维码呢我们不光可以扫别人的 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 我们先画一个小熊 然后给这个熊做一个二维码 这样别人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看到我们做的这只熊 所以这个是扫描二维码后 第二个题,我们可以把共享单车停在这里吗 共享单车呢它不能随便停 不能我直接停在马路中间 我们要找到合适的位置才可以停共享单车 如果你共享单车停的位置不合适 不对 那么这个共享单车的锁就锁不上 第三题 您好 怎么样 请 您好 结账 请 出示微信 付款码 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 您好 结账 第四题 这边的炸机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炸机吗 就是那个绿色的机器 通过了炸机 我们才可以去坐地铁 好 这四道题 你做对了吗 托马 刚刚用二维码 买了早餐 骑了自行车 坐了地铁 还买了东西 托马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叫做线下支付 因为它需要托马去扫描别人的二维码 或者别人扫描托马的二维码才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 托马一直要用手机 所以这叫做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 不光包括线下支付 还有线上支付 那线上支付都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我会把线下支付 打托马 然后再用用手机支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完之后,请大家告诉老师,托马用线上支付做了哪几件事? 同学们,托马用线上支付做了哪几件事? 有几件?有三件,高铁票,还买水果,最后还用线上支付打车。 买高铁票,买水果,打车,都是线上支付,线上支付是手机支付的一种。 线上支付,手机支付,还有二维码,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那你想不想拥有一个二维码呢? 学生如何使用微信二维码? 首先,打开微信钱包,然后使用护照照片,注册账号,使用银行卡,绑定账号。 账号是什么?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账号,账号就是ID,注册就是建立一个账号。 使用二维码之前,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微信账号,绑定。 我们要把我们的银行卡和账号连在一起,这就叫做绑定。 微信支付,微信支付必须绑定银行卡之后才能使用。 同学们,跟我读。 账号,账号。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账号。 注册,注册。 使用二维码之前,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微信账号。 绑定。 绑定。 微信支付必须绑定银行卡之后才能使用。 当然,在使用微信二维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用的时候呢,要把二维码收起来,避免被坏人使用。 我们来看这句话,不用的时候,把二维码收起来,避免被坏人使用。 起来,收起来,动词加起来,它表示,由分散到集中,我们把二维码收起来,集中到我们手里,就不会被别人看到。 动词呢,加起来,它也可以表示,由显露到隐蔽。 比如说,琉璃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躲起来不敢见我。 她躲起来,那么就不会被别人看到,这是一种隐蔽。 为了不被坏人抢走,她把湖埋入地下,藏起来了。 藏起来,也是不让人发现。 下面我们用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我给大家一分半的时间。 我给大家一分半的时间。 感谢观看。 plead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的 刘芳喜欢把旅游时买的门票 门票我们可以收藏起来 也可以存起来 你刚工作 别太着急 经验会怎样 经验经验可以说多或少 经验会慢慢的多起来 儿子 是你把爸爸的烟放在这个盒子里的吗 是的 我想把它藏起来 我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二维码 它不仅仅可以用来手机支付 还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段视频 今天天气好好啊 咱们去一棵圆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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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出线码打开吧 好 要去的公交车站还挺远的 那咱们一起共享单车吧 好呀 打开支付宝 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 点击开锁就可以骑上它了 共享单车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下了车别忘了关锁 在等车的时候 可以提前打开公交码 准备乘车 车量体质挺股肉客好 刚才 今天是我们一起来颐和园的日子 开心 进到颐和园门口啦 现在刚刚发生了一点小点的差弹 我们来到了颐和园门口 进入景点要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 这个地方有讲解吗 咱们可以扫这个码 在这里 园区的标识牌上有二维码 可以扫码获得讲解 颐和园内随处可见 带有二维码的标牌 我们一边听讲解 一边欣赏颐园傍晚的风景 我们刚刚从预和园出来了 有点口渴 前面有个便利店 咱们去买点吃的吧 好嘞 买点水喝 在便利店里买东西可以扫码支付 让店员扫描我们手机上的付款码就可以成功支付了 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我们四人来到了颐和园附近的一家火锅店 餐桌上也印着二维码 可以很方便的扫码点餐 扫码后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点餐了 吃不吃肥牛呀 好呀好呀 吃大虾吗 可以可以 点击选好了就可以等菜上桌了 我们品尝这美味的火锅感到很满足 干杯 就这样我们的颐和园一日游结束了 不难发现二维码已经无法和中国人的生活分开 乘坐公交车 出入公共场所 买东西 点菜 甚至是听景点的讲解 都少不了二维码的帮助 扫码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习惯 如果你有想去的景点或想吃的美食 那就快快约上你的好朋友 挑一个丰和日历的好日子 马上出发吧 好回来 刚才的视频里 二维码不仅仅用来手机支付 还可以用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进出校门 他们离开校园需要扫码 还有登记 扫码登记 告诉别人我来这里了 还有在公园里面可以扫码听讲解 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扫码在手机上点餐 扫码 二维码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有一位留学生同学要来中国 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他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微信支付和二维码 你能不能帮帮他 首先呢 你可以说 你需要打开微信钱包 然后教会他如何拥有一个二维码 注册一个微信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二维码能用来干什么 他可以用来买东西 买东西怎么买 打开微信 然后扫描商家的二维码付款等等 在之后他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坐地铁还能用来干什么 进出校门等等等等 老师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大家自己说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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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完了吗 如果是老师的话 老师会这样说 三本 首先你需要打开微信钱包 然后使用护照照片 注册一个账号 再使用银行卡 再使用银行卡绑定这个账号 这样就可以使用微信支付了 然后你还可以用它来买东西 打开微信 扫描商家的二维码付款 或者出示自己的付款码 让商家扫描付款码收钱 你还可以用它来坐地铁 打开地铁码 把二维码对准炸机扫描口 扫码乘坐地铁 你还可以骑共享单车 扫描车身的二维码 车上的锁就会打开 使用完之后 不要忘记在手机上付钱哦 怎么样 你说的和我说的一样吗 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和二维码相关的词和词语 还有起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二维码 我们今天的作业是 说一说你身边有哪些地方需要使用二维码 你觉得使用二维码方便吗 说一说你的理由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我给你不严�ży 来现实 好 冒际 我 你不lining